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独家寨我已经是第二次过来了 第一次来的话是在2021年的7月份 那么这一次我是导航到古河床客栈 在历川这几天都在下雨 你看这条本来就很小的乡间小道都变得非常的湿滑 其实这个独家寨以及古河床是属于腾龙洞景区未开发的那一部分 所以这里就显得非常的原生态 也是一条非常经典的徒步路线 今天的雨就一直没有停过 不过现在的雨也不是特别大 相当于是一个毛毛雨的状态吧 历川这个地方由于它的海拔是比较高 所以空气是非常的凉爽 特别像是今天下雨天 气温是非常的舒适 现在就来到了这条阶梯 等一下要经过旁边的一个小山洞 下到下面 可以看到现在下面是有很多徒步者 你看这边是有一个小棚子 棚子里面是坐着一些游客 独家寨就是在这个位置 由于是雨天 你看这些石头还是会非常滑的 下楼梯要特别的慢 在栈道的旁边就是悬崖峭壁了 哇 这里真的好高啊 这个山洞看起来非常的窄 而且还很阴暗 这条通道连基本的灯光照明都没有 只是有一条铁管可以让你扶一下手 这个通道是比较矮 所以要蹲着身子下 哇 这里面还有一个小山洞 非常的黑暗 好 这边就出来了 其实我上次来独家寨就看到了这边这个小山洞 当时就想过来这边看一下 可能是由于当时实在是太累了 所以就没有过来 那这一次终于是看清楚了 这个山洞是怎样一个情况 这边有一群徒步爱好者 好像是要沿着那一边的古河床步道 继续游览了 听到没有 原来他们是一群外国游客 你看这里是有一个简易的草棚 上次来我竟然没有看清楚 你看这道围墙这里旁边有一个门 上面还有一个门 走进来看一下 这里有一个简介 你看 湖北恩施腾龙洞大峡谷国家地质公园 还好这边还没有被开发 所以不需要门票 这边是有一个门 哦 是锁了 那我估计这里面应该是本地的一些村民 这里面是锁了一些农用工具 你看这下面基本上都是农田嘛 你看这里有一块牌子写着 未开发景区小心迷路 禁止进入 但是刚刚那群外国人 就是从这里上去了 坦白说这个地方我觉得还是蛮独特的 它比起很多旅游景区 都有着它非常独特的特点 比如说它这里是有好几个山洞 是几乎连在一起 有一龙门 二龙门 三龙门 然后再往那边走还有腾龙洞 所以说这里是有山 有峡谷 有山洞 有河流 还有独家寨 从这里上去就是独家寨的寨门了 你看上面是有一面旗子 写着独家寨 哇 这个地方要是放在古代呢 肯定是一个绝佳的宾寨 你看一道天涯的石门 真的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轻轻地推开寨门 然后呢 再把门关上 一进来寨门之后啊 这边是有一层铁丝网 因为在另外一边啊 就是悬崖峭壁了 你看这个寨门是不是浑阳天成啊 在这上方呢 还有一个小的山洞 好 继续往上面走 在这片空地上呢是 种了好多玫瑰花 又见到这位秦大哥了 秦大哥对我有没有有一点点印象 有一点 有一点哈 有一点 我是在2021年 大概是6月份还是7月份来过 当时我们两个呢是坐在这一边 拍了一条视频嘛 哇 现在下面种的是什么呀 和以前不一样了 有玉米啊 有有范朵啊 哦 玉米茅朵 在这个大门入口处呢还种了很多 玫瑰花哦 月季吧 哦 月季 哇 你看这山上呢 是仙气弥漫哦 住在这里啊简直就是像是人间仙境一样 秦大哥 这个古河床啊 它以前这个河床是不是就是 在这个地面上流的呢 是 过去才肯定的 所以现在这个河水呢是在 这个河床的下面呢还是在哪里流啊 现在在下面 在下面 不是 头次我大雨的时候都上来了嘛 哦 大雨的时候 那么这个古河床就变成有水 嗯 这都是明河了嘛 哦 明河 所以没有水的时候就变成暗河了对吧 对对 你看 它不是这个叫银河洞吗 它从那门钻出来的嘛 哦 哦 就前几天这里有水露出来 对啊 还好多人都没过去扭嘛 哦 看银河床 这个古河床它全场走下来啊 需要走多久 他们走全场呢 像我们本地只要一两个多小时 就走得完 嗯 现在整条路好不好走啊 下雨天不好走 哦 天晴天好走 哦 是不是太滑了 啊 对对对 哦 藤龙洞的后洞 嗯 对啊 它现在没开发过来吧 它在白面嘛 哎 它都叫白洞嘛 也就是说这个洞 它是连接着藤龙洞的那个很大的洞的 对啊 它是主要出口嘛 哦 主要出口 嗯 它现在就没开发过来 它在雨天天那里是第一个出口嘛 哦 这里包括藤龙洞在内 嗯 所有的山洞啊 它总共有多少个 它里面很多 哦 就洞里面还有很多风洞 对对对 这边养的是蜜蜂吗 对对对 哦 养了有多少啊 现在只有两桶 两桶 有风 这个蜂蜜是自己吃还是拿来卖 卖 两桶可以产多少斤啊 有时候分年车 有时间假如年车好一点的 嗯 两桶可以去个二三十斤 二三十斤 嗯 那这个地方我觉得可以再多养一点啊 它风不来啊 风不来 假如你的风它分家 跟那个人一样它分家 嗯 它又跑到两边闲里面前来 你拧不着了 嗯 拧不着 嗯 它是走直路 你还要走弯路你跑不赢 秦大哥 像这两条路是通到哪里去的 那个是到树林去了嘛 都是用地的路啊 和弄柴的路 这个就在那个悬 就边上 悬崖边上 嗯 所以这两条路都是走不通的 对对对 走到那边就是悬崖了 嗯 对对 秦大哥 像您这个房子有多少年了 五十几年 五十几年了 哇 这个木头也算是结实 嗯 就是五十年来有没有怎么去翻修过 没有没有 没有翻修过 没有 应该也有扩建过吧 没扩建也没扩建过 哦 就是五十年前是怎样子的 就是怎样子的 对对哈 这边还挂着一些农用具 锄头啊 还有这个稿子 这个锄头 像我们那边就比较少 哦 哦 不是这种 哦 嗯 一般都是这种多一点 哦 这样子 哦 但没有那么长 哦 我们这里它都是 假如你去出草的时候 嗯 就这么 哦 这个是比较快一点 哦 因为它比较大 哦 对啊 下面这个是不是用来养猪的 对对对 这个叫猪 猪巢嘛 猪巢啊 现在有养猪不 现在有两三年没养了 两三年没养了 对对 我有时间在外面去了 嗯 父亲不行了 哦 原来都还是养 哦 那秦大哥现在还有外出务工不 走不了了 走不了了啊 对啊 主要是父亲比较老了 嗯 对啊 哦 要照顾哈 对对对 平时也要种一下田哈 对啊 有没有事干嘛 反正要种一点 好 那秦大哥就再见了啊 好好好 以后有机会我再来哈 好好好 嗯 好 再见 刚刚又遇到几位徒步者 我就给他们指引了路 告诉他独家寨就是在这上方 告别秦大哥之后呢 再带大家来走一走三龙门 从腾龙洞那边过来啊 总共呢是有三个这样的穿洞 所以呢是称之为三龙门 下雨天的路确实是不好走啊 三龙门和二龙门啊相差大概就只有 应该不会超过一百米 很快就到了 二龙门的另外一边呢 相当于是被一堆石头啊给堵住了 所以呢它的光线呢是比较昏暗 这个山洞里面呢就非常的湿滑了 而且呢 地面啊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平坦 上方啊 不时都会有一些雨水啊 从凤季当中 飘落下来 所以现在下面的地板呢是非常的湿滑 这里有一堆石堆 其实也是从上方啊 掉落下来的那些石头 看一下后面这个门洞 这个呢就是二龙门 那么现在呢就是在一龙门的洞口 看一下这个龙门 是三个龙门当中呢 里面最黑的一个 现在只能靠着手机微弱的灯光啊 往前走 看看能不能走得过去 既然来都来了 如果说一龙门啊不穿过去的话呢 确实是有那么一点可惜 来到这边呢是有一个分叉 不知道应该走哪边呢 走这边吧 走这边吧 应该两边都可以走得通 这中间呢相当于是一个柱子 看来一龙门呢虽然是比较暗 但是呢它是最长的 已经可以看到威右的自然光了 哦 终于到了 终于到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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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